今天上課 之前我們的處理都是處理數字嘛 那有一些 然後有一些資料的搬運 就是索引函數的應用 然後我們今天開始要處理 那些資料我們都把它稱為結構化資料 然後我們今天要開始處理 這種非結構化資料 也就是說 文字描述 那當然我們現在處理的邏輯 還是試圖把這個 非結構化資料轉成結構化資料 等一下我會做一些示範 就是我們把文字裡面有用的 關鍵訊息把它截取出來 這樣懂意思嗎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做練習題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有感覺 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讓電腦真的去理解 我們講出來的話 這個太高端了 一定要用到人工智慧的技術 反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邏輯就是 我現在要教的是 希望你們可以從非結構化 文字資料裡面 擷取出關鍵訊息 也許是用什麼關鍵字比對 之類的方式的技術 然後把關鍵訊息擷取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自竄 自竄是非常討厭的啦 但是自竄的處理 因為自竄不能加減乘除 所以它很多操作不能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自竄到底要怎麼樣處理 首先第一個函數叫paste這個函數 paste這個函數是黏合函數 就是阿 這個A跟B阿 我把它黏起來 這個我們之前用過嘛 對不對 然後它的 斗點的SEP 就是它的間隔是什麼 然後間隔是 沒有東西 那這樣它出來就是AB 這樣可以吧 這個黏合函數可以 再多一點也沒有關係喔 只要再多一個C好了 好它就繼續黏 然後我的間隔假設是-號 它黏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黏合函數用起來應該不會太難理解吧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第一頁用完之後 大家就把這些都先貼一次這樣子 好接下來 自竄黏合來看一下 這兩個自竄黏合方法有什麼不一樣 來 一個是在同一個物件裡面 一個是分成了三個物件 這樣看得出來 一個是在同一個物件裡面 有時候你想要在同一個物件裡面 把東西黏起來啊 舉例來說 你現在有三行字 都在同一個物件裡面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一次把它黏起來 欸這個SEP要換成這個 這個 這個參數 然後啊 我們再按下 欸這個 後面就一模一樣了 這樣可以吧 那來我們來做個變換好了 如果第一個物件跟第二個物件要黏在一起 類似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它黏出什麼東西好不好 好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了什麼 就是 首先啊 它先把A跟C 來我們再來一個S SEP 等於 假如說 1好了 好 這什麼意思 首先它先把A跟C黏在一起用E B再跟C黏在一起用E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同一個向量裡面 它再用減號把它連起來 這樣可以吧 我這邊如果再加一個D 意思差不多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這就是黏合函數這樣子 好 黏合函數完了之後 有一個函數叫自串分割 自串分割函數 好 A點B Splight等於點 Fix等於True 好 這個Fix等於True啊 目前啊 在我們上到 後面一點點 就在至少在這一小節的時候 Fix等於True你先把它當作是 標定的 好這個為什麼咧 是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分割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List 然後這個List裡面它把A跟B分開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那Fix等於True是什麼意思呢 Fix等於True的意思是 我真的要 我真的就是要分割點這個東西 好大家比較了解一下 點這個東西啊 在程式圓裡面有其他的含義啊 可能是什麼任意字圓啊 可能是什麼任意字圓啊 之類的 這樣的東西是嗎 那我現在是告訴他 我真的就是想要 想要把 用點來把它們分開 這樣子 好 任意字圓那些定義 等一下我們在一節課後面就會交了 所以不用急 好不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 那A B 那如果說我有兩個 相量裡面有兩個 假如說C點D這樣子 它會分割出什麼勒 它會分割出兩個List 根據這個相量長度 它會分割出N個List N個List裡面 再用這個 你的分割符號把它分開 那舉例來說 假設我的分割符號是 假如說P好了 沒有這東西嘛 對不對 它什麼都不會切 它就是把它分成兩個List 然後什麼都不會切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好 部分吻合 來看著喔 GREPL這個函數是拿來幹什麼的 是拿來啊 看看這個X X現在裡面有一個是AB 一個是AA嘛 對不對 那問他B在哪裡 B在哪裡 問他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我 在 這裡有B 這裡沒有B 這樣可以嗎 就是左邊這個是有B的 右邊這個是沒有B的 好 但是當然啦 你會覺得那位置我還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這個 有跟沒有嘛 我並不知道位置這樣子 好 如果你想要 這個GREPL 這個GREPL 我已經貼過了 好 GREPL A的話 那就是兩個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它出來就是 處處 那如果AB咧 它就是處Force AA For處 這樣可以接受嘛 AA 一定什麼都沒有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 來比較特別的這個 X等於 AB ABC 然後第二個是CCAE 然後我問A 然後用這個函數去問他 他回傳給我為什麼 來 在第一個 在第一個 物件裡面 在第一個元素裡面 他的A出現在第一個跟第三個 這樣可以吧 在第二個元素裡面 他的A出現在第三個跟第四個 怎麼把這東西叫出來咧 用向量的那個 列表的那個鎖引 鎖引函數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1 3把它抓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1 2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Match Lens 這個比較不好叫 這個我教你們怎麼叫啊 以後你看到這種 這種樣子寫法的時候 你就知道 欸這個他是這樣叫的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不太重要啦 因為你要Match的字串 長度有多少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咧 對不對 這個函數不是很 這個功能不是很重要 不會就算了 好紫字串 紫字串很重要喔 現在sub string ndnc1234 14 這樣意思是我把 第一個字元到第四個字元給切出來 我現在按enter 它切出來就ndnc 我現在按12 它就出來nd 這樣可以嗎 這個也不是特別難的技術 這樣可以吧 好來自圓取代 把A取代成C 然後用在X上面 它出來就ccbb A取代的空字元 就是把A去掉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都是 這個都不會是特別難的技術 這樣子 好 計算字串長度 是用 nchar nchar 來計算字串 那這樣他就告訴我 135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 大小寫轉換 這個比較簡單 to lower 跟to upper to lower 做完之後 abcde to upper 好 就abcde 這樣可以吧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至少這八個函數 你都要用過一次 不然的話 你完全沒有感覺 等一下練習一定不會做 好嗎 接著 這個 我們 用這些字串處理函數 可以做到很多神奇的事情 舉例來說 現在我們有一組email 來看著喔 沒有 沒有切 我們現在有一組email 哪是我們常常要幹這種事情 舉例來說 你現在是工程師好了 對不對 你現在工程師的時候 這個 你現在人家把email給你 然後 然後 要求很簡單 那個email後面那個什麼 mail.xx 這個我不想要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 那個 我就要把前面的這個 小老鼠前面這個 當作是我的帳號 那我要怎麼做咧 我要怎麼做 把這個東西弄出來咧 欸 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 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 那個 切割函數 然後用這個來切 這樣可以吧 那我是不是一定會切成兩個 那前面那個就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來看著 N account 就是2 對不對 然後accounts 這就是兩個控制員 等一下我兩個分別來填入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Supply的email 等於 好看著喔 這個東西出來 它是什麼 它是不是 兩個物 像一個list裡面有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分別是 兩個 長度為2的字串 像2 這樣可以吧 然後裡面的第一個就是我要的 所以 i 從1到n account 然後把 第i一個 物件 那個 第i一個物件的第一個 元素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 全部弄完之後 你看account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可以利用切割函數 自圓切割函數 把這個 就是 把我想要的元素 抓出來喔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 很特別啊 來 首先 首先我們先請這個 用這個 這個不是可以回床給我位置嗎 對不對 好 回床給我位置之後 我們看一下 這個position在哪 8跟12 對不對 那8跟12 是小小鼠 那我是不是可以 用那個 substring 然後把那個 第一個切到 dn-1 這樣可以嗎 假如8的話 我就1切到7 那這是我的帳號 12的話 就是1切到11 這就是我的帳號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一樣來 這樣可以吧 把第1個 物件裡面的第一個 數抓出來 第一個遇到的那個 小小鼠 對不對 然後把他的位置 減1 從第一個切到 減1個 這樣我是不是就把 我是不是就把我的account 做出來了 所以說這個 自傳處理函數 它的變化也是 蠻多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 我們要做練習題啦 這個練習題 有一點小小難度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練習題是這樣子的 就是請你下載這份 資料 這個是海盜 這個是海盜通報資訊 海盜通報資訊 我們把檔案先讀進來好了 這個在幹什麼 好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注意一下 這裡encoding要寫UTF8 因為你們是Windows電腦 你們 那個 不寫encoding的話 是讀不進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好像之前我要讀 那個fileencoding等於CP950 這樣子 好 這個我把它放在 今天是第11課 讀進來以後 你好好看一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 我們先來看 class這份資料 叫class 是文字對不對 然後這邊資料 是不是有很多行 然後有一些行 第一件 在北渡 北緯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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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案情摘要 這不重要嘛 對不對 發生什麼事跟我沒什麼關係 好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現在總共有八個 金度緯度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可能 把八組金度緯度 全部都抓出來 而抓成像這個格式 就要做107.02 來看著喔 107 東京 107.02 對不對 金度 107.02 北緯10.13 北緯10.13 好你有沒有可能 把它抓成類似這種格式 那如果你抓成這種格式 之後 你如果把剛剛這份資料 把它的金度緯度 抓出來的話 欸 你就可以畫Google Map 對不對 啊Google Map 要錢啦 所以你們不能畫好不好 但是 但是那個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那個 但是我們還是示範一下 好了好不好 可以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 但你就是要取得 尾度跟金度的列表嘛 對不對 欸你們如果 有用Google Map的話 那就會 蠻好玩的我覺得 就是 就是 你看我就可以把海盜 出現在哪裡把它點出來 對不對 那以後 不然的話 你看那些金度尾度 坐標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對 不過你看到也覺得很合理 都在海岸邊 對不對 所以反正就海岸邊 不要隨便亂去 這樣子 好那 那那個 呃這個我們就 讓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試著從剛剛的非結構化資料裡面 把結構化的資訊抓出來 我這邊給大家一點小小提示 好了 反正不管是南尾 還是北尾 總之就是有個尾字嘛 對不對 東金還是 西金總之就有個金字嘛 金後面一定會接個什麼 幾度 幾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幾度幾分 那比較 特別的是幾度幾分這裡 顯然我就要先把幾度幾分的訊息抓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看他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就是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數字 對吧 可以嗎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先給一些提示 這個 DATA這裡啊 我現在把跟金度尾度有關的東西抓出來嘛 那你們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 欸通都有金尾度開頭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我們就用這個字出來來抓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GREPL這個函數 GREPL這個函數 就是在抓關鍵字的 好然後 我抓 DATA 這樣抓 抓完之後他回傳給我 是不是 有一些True有一些False 這是不是可以拿來當索引環數 這樣可以嗎 好我把它弄成 叫做 DATA1 這樣可以吧 等於 DAT 這樣子的話 我的DATA1 至少就乾淨了 至少就乾淨了 我們Base on這個繼續 那繼續要怎麼繼續咧 大家稍微想一下好不好 首先 看起來我要先把 我首先這個金尾度要捨去掉吧 這不是重要的資訊 對不對 接著 痘點 這個盾號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對不對 我應該用他來分割掉嘛 對不對 那接著 痾 你看有時候是南尾 有時候是北尾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判斷條件 確定一下 我們來 我們來重新講一下 我先把這樣捨去了以後 接著尾是不是可以被丟掉了 然後 南跟北是不是代表正負號 東跟西也代表正負號 這樣可以嗎 然後 然後 幾度幾分 這個度跟分是不是代表是 度就是 一為單位嘛 那分 分catch到的數字 是不是還要除以100 然後加上去 這樣我就得到了他精確的度數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過程用想的都 很簡單 知道用什麼函數嗎 如果取代的話 用什麼函數 你們可能不熟 沒關係我告訴你們 用GSUB GSUB可以把東西取代掉 分割函數呢 STR SPLIT 對不對 可以嗎 如果忘記就去前面找一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再試一下 這個可能有點難啊 不要太氣餒 好不好 這個 首先 檔案讀進來之後 全部都 這個經緯度處理完之後 DATA2 是不是長這樣 這個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下一步DATA3的時候 是我用 鈍號把它切割開來 這樣可以吧 然後產生DATA3 DATA3是一個list 總共有7個 東西 分別都是7組晶緯度 對不對 然後這個每一組晶緯度裡面 第一個元素就是緯度 第二個元素就是晶度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我是不是可以 好那我就先把我要的 我要填的那個向量把它開出來吧 就 這個晶度跟緯度 我先把它開出來 開出來以後 等一下我就要填了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首先 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先把DATA3裡面的第一個 把它抓出來 這是我當下的 當下要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當下要的東西 對嗎 我現在I等於1的時候 我先把它抓出來喔 然後 如果它是男的話 我就給它的符號是-1 如果它的是 else的話 給它的符號就是-1 所以這樣跑完之後 當前的這個緯度的符號 是-1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把北尾、南尾跟分把它去掉 先用度這個東西 先用度這個東西 把這個 把它切出來 把它切出來 它現在變成北尾10 然後 就是 還有13分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這個是個list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需要 需要把它拆開 用list 這樣list 拆開之後 它變成文字了對不對 文字就可以用gsub這個函數了 把它 把它執行之後 現在 是不是想要10 然後分了 因為有時候是南尾 所以南尾我也要把它去掉 這樣可以嗎 好 南尾我要把它去掉 然後有時候是分 分尾要去掉嘛 現在是不是變成兩串數字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 我把這兩串數字把它as numeric as numeric完之後 是不是就簡單了 好 那就是第一個數加上第二個數除以100 再乘上 它的符號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我的緯度是不是出來了 好 那依此類推我的金度怎麼求咧 來 第二個 第二個符號 如果是c的話 就是這個金度符號就是 這個-1 否則就是1 所以現在因為我是東金嘛 所以我的金度符號是 這個1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同樣的 把剛剛前面的事情再做一次 對不對 我們把它複製貼上一次 好 這個當前的金度 等於 第二個 然後一樣用度把它分開 金度也是用度分開的嘛 對不對 來分開看看效果是怎麼樣子 分開之後是不是東金 差差二分 好所以我在這裡 我是不是要把東金把它去掉 好 再把吸金去掉 然後一樣這個分就 這個分就 這個分就不用管了 因為分的話是那個 分的話是這個共用的對不對 好到此為止 你當前的金度 就已經被變成兩個數字了對不對 好同樣的再來一次 金度 金度 然後金度的符號 然後變成當前金度 好這樣子的話 看著喔 這樣子的話 我的緯度 跟我的金度 是不是第一筆就已經填上去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要怎麼把它填滿勒 那就是4回圈 把它全部弄好嘛對不對 4 I 1到多少 Lens Data 3 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 這個如果說覺得很困難 不是很熟喔 這個沒有關係啦 這個小事 好不好 等一下會有 同樣一題 等一下那個練習的時候 會有更好的解法 這樣子好不好 這邊就是基本功啦 我這樣全部執行完之後 你看一下我的金度 我的緯度 是不是就被我 是不是就被我抓出來了 這樣子 正符號都沒有錯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 現在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那個 這一題的這個答案 這樣子 可能會覺得有點難啦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很正常 因為你現在對那8個函數都不熟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自串處理阿 這個 討厭就是 他有時候就是很複雜阿 然後有時候 我們想要找出的pattern 是非常複雜的組合 我這邊舉個例子阿 就來說像剛剛我們 我們不斷的把南尾北尾分 這種東西把它抓出來 這因為今天好 好歹是個經緯度 還有點邏輯對不對 如果我只想抓出數字的部分 不是我想把不是數字的部分丟掉 我想抓是一個pattern 我不是數字的文字 這他媽說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說我現在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抓到一個pattern 而不是抓到一個字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可以知道我要說什麼齁 好我們來試一下 學愛說現在阿 唉唷 玩錯了 好你看一下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 這個 這個x 他現在是不是有文字有數字有符號 對不對 來 來 gsub 來看這個 這個看不懂什麼對不對 看不懂什麼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把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取代成空白 再看這x 你發現了什麼 他只留下數字了對不對 好這下神奇了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叫正則表達式 來 這個 以後你看到中括號 所以等一下你們會發現 那個什麼點阿 那些字元都是有意義的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把這個就是 我們不要講背起來了 你知道在哪裡找就好了 好來看著喔 這是什麼意思 來這個符號 這個中括號意思就是 某一個字元 這個字元範圍是0到9 然後這個意思是非的意思 就是我不要 不是0到9 所以不是0到9 所以就是數字以外的東西嘛 對不對 數字以外的東西就被我 取代成空白了 然後他就 所以他就剩數字了 如果有這個技術的話 剛剛在什麼南偉北偉那邊 是不是處理方法 真的簡單多了 我只把非數字的東西丟了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是不是就非常簡單了 好不好 來 所以 所以 那我們現在如果非 人家說非A到Z 那這樣出來會是什麼 那顯然就是ABC跟ABCD嘛 對不對 大概可以掌握那個用法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 這種用這種形式去寫的這個字串 叫正則表達式 這個是有專有名詞 正則表達式 好我們來看一下正則表達式 要怎麼表達 來 如果中括號 大A小A 這意思就是A或B 我都要捨去 這樣知道嗎 就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非1到9 不要1到9 這樣可以吧 這樣看得出來我會寫什麼齁 來 這樣的意思就是1到9 這樣可以齁 這樣的意思是A到Z 小寫A到Z 大寫A到Z 所有的英文字母就是 小寫A到Z到大寫 還有大寫A到Z 他可以 這樣子分兩個 然後這樣他也看得出來 就是 這個意思齁 好不好 那其實你也大寫W到Z 那就是W XYZ 然後再小寫A到Z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小寫W到大寫Z 這個是不可使用 這樣可以嗎 這樣知道正則表達式裡面 要怎麼放了吧 這樣懂了齁 好 這個就是知道就好了 這個沒有那麼難 這樣我們繼續 好 現在我啊 來 然後剛剛中括號用法 已經記住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教一下大寫號用法 大寫號用法 大寫號用法是說啊 欸這個 我前面這一個字元 我要出現幾次 出現幾次 不見得只能出現一次兩次三次 可以出現幾到幾次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來 空格 我們再貼一次這一行 來看一下效果 Nice to meet you 這裡是不是兩個空格 這裡是不是三個空格 這樣可以吧 那我這樣一一鬥點空格 意思是 一個以上空格的我通通都要捨去 我這樣弄起來 他就把一個以上空格的 改成了一個空格 這樣可以嗎 一個以上空格的改成一個空格 所以我如果不小心 多打很多空格 是不是就會被我處理掉 這樣可以嗎 如果這裡 把它改成三 鬥點 那這樣就是我只把後面這個 被一個處理掉 中間這兩空格的我 就不會處理掉了 看到了嗎 前面沒有處理掉 後面被處理掉了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大畫畫用法是 大畫畫用鬥點把它分隔開 鬥點的左邊 是至少出現 比較小的次數 然後最多出現多少次 如果沒有血就是無限 這樣可以嗎 沒有血就是無限 所以說 像0到1的話 那這樣就是 就是0到1 好 注意一件事情 加號 加號的意思 跟這個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加號的意思是 跟這個意思一模一樣 所以 米號 是0到無限次 加號是1到無限次 問號是0次多一次 好 不過阿 米號加號問號 這個東西阿 原則上我不用 我不用他們 因為 我如果只要記一件事的話 我記大畫號就好啦 我完全沒有必要記 米號加號問號 對不對 只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符號阿 在正則表達室裡面 都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抓出 問號 抓出加號 抓出米號的時候 你一定要fix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可是阿 我們這邊來 我們這邊來做個實驗 剛剛我們在前面阿 我們在前面這裡 如果fix等於True的時候 就割的很好 對不對 fix等於True的時候 fix等於Forced的時候 因為點 點我還沒有交 但是顯然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意義 所以他切不開 對不對 好 那有時候假設 我同時要在 patent裡面混用正則表達室 有時候要 我就是要抓出點 那我要怎麼表達 看著我要怎麼表達 我需要再點了前面加兩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Enter上面的反斜線 兩個這個反斜線在後面加上個特殊符號 他就知道 喔!你就是要抓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我現在在按RUN 你看就被我抓出來 這樣可以 如果我少個反斜號也不行喔 少個反斜號也不行喔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懂了嗎? 這個有沒有覺得這個程式館就是要背誦國大精神的感覺 好不好 好不是這個 所以一開始我不會教你們自算處理 因為你們覺得媽這程式是用背的對不對 好可是我跟你講就是如果自算處理他真的太複雜 所以就是 的確有一定程度的背誦程度 但是你們只要知道東西在哪裡就好了 不用就是不用背起來 事實上我也不是每一次都背起來好不好 我經常在寫程式寫一寫的時候 我想要寫正德表達式 可是我一時間想不起規則 我就會翻我上課的講義 我也會翻我上課的講義喔 好不好 來 還有哪些符號咧?來看著 剛剛中括號介紹完了對不對 大括號介紹完了 小括號在用什麼? 小括號或 出現什麼pattern或什麼pattern 來看著喔 上面是medicent 另外一個是medical medic 然後後面 ine 或者是al 這樣抓出來兩個都是 因為我x還沒取代掉 這樣抓出來兩個都是 我al後面只要再加個l 那第二個就不是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就不是了 所以小括號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都可以混用喔 小括號裡面也可以放 就來說我這裡 我這裡把n改成 中括號的a到z 這樣也可以嘛對不對 這樣是符合pattern的對不對 這樣是符合pattern的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說 a到z 然後這個e我不要了 它出現兩次 這樣可以吧 那是不是n也可以 這樣一樣抓得到 那如果出現三次呢 那顯然抓不到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可以混用喔 這樣組合就非常多了喔 已經幾乎是甚麼都可以了 好不好 好另外 還有幾個比較特殊的符號來做 來 這個 如果你的這個u how are you 主要說how are you 這樣子 how are you hi jack 這樣子 如果你的u 後面加了一個前號 代表是這個u 一定要出現在字尾 這樣我才抓得出來 這樣可以嗎 主要說我叫hi 主要說我這邊加了u Jack 這樣子的話 他中間這個就抓不到 因為這個u不是出現在字尾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理解齁 好所以說 如果你要抓字尾的時候 你可以用前號 如果你要自首限定的時候 你可以 這個符號加h 注意 這個符號剛不是說是不是嗎 在中括號裡面是不是 在外面它又是別的意思 真是複雜 這樣可以嗎 好自首限定 這個是自首限定 然後這個 點就是任意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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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點 然後這個米號 米號是不是0到無限次 米號是0到無限次 米號是0到無限次啊 剛剛前面不是有講 0到無限次嘛 對不對 所以how are you 然後 這個就是幫我把h到a 全部都抓出來 有h到a的 通通把我抓出來 這裡也有h到a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沒有h到a了 這樣可以嗎 這個h中間 在這邊有jack 有a 對不對 h開頭有a 我這樣出來 是不是前面兩個是true 後面都是force 因為它沒有一個h到a的支援 這樣可以吧 好有點複雜啦 好不好 有點複雜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題 我們要怎麼解 現在我們發現東西很簡單 來看著喔 首先 來 我們先 一樣檔案先讀進來 好 檔案先讀進來之後啊 這個 這個我現在是用這個 我現在是用這個 這個are data 對不對 這個是我已經切割好的嘛 對不對 接著 我希望啊 他把北或南的尾 然後0到9加 他至少要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加就是 1到無限次 這樣可以吧 然後度 然後跟這個 0到9 加 然後點 點 可以點也可以不點 對不對 然後0到9 分 然後這個也是可有可不有 是不是編畫很複雜 我要把這個pattern給我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我要把這個pattern給我抓出來 看著我怎麼抓 好 我抓完之後 這個是不是精度的position 他是 從5號開始 長度為8 從5號開始長度為9 從5 第5個字開始長度為8 從第5個字開始長度為9 好 有了這樣子 緯度的position跟精度的position之後 我就可以 把 用回圈 把這個 注意喔 substr 把5 到5 加上剛剛的字串長度 字串長度 我剛剛已經用過了 是這種方式叫的喔 然後把它減1 這樣子 這樣我就可以出現 緯度的 乾淨的字串 跟精度乾淨的字串 好 這個正則表達式就是用的 用的 我們只能說用的很精巧 這樣可以吧 有點複雜 但不至於看不懂 對不對 等一下練習題沒有那麼難 就是一個簡單的正則表達式的應用 這樣子 好 那取得文字串之後 我們要怎麼把 東西轉成 我們要怎麼把東西轉成這個數值呢 來看一下喔 來接著 我是Numeric 我要 產生 接著我就要產生這個 呃 我就要產生這個 空的這個 緯度跟精度了 來看喔 首先I等1的時候 我們先把 緯度的字串 把它抓出來 並且用度把它去 割開來 就把它割開來 這個東西是不是跟我們剛剛 之前那個東西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 北尾 10 13分這樣可以吧 然後請幫我把 不是0到9的 這是不是用到 不是0到9的 還有 點我不可以捨去喔 如果我只把 不是0到9 那點就被我丟掉了嗎 點被我丟掉問題很大 那點要怎麼表達呢 反斜線點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 我的 Sprite的緯度 就被我抓出來啦 10 13對吧 那我直接 ASNUMERIC就好啦 我直接ASNUMERIC是不是很快 ASNUMERIC完了之後 現在我的緯度 是不是 就已經出來 10.13 然後如果 當前緯度是南緯 我就把 當前的緯度 改成 加個負號 同樣的精度也是一樣 這樣子 全部執行完 我們的緯度跟精度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 正則表達式的應用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這樣可以嗎 你現在不熟非常的正常 好不好 這個 這個需要一點 這個 像這一串程式碼 你現在就可以吸收 或是沒有什麼coding的事情 即使 複製貼上都沒有用 然後 在那邊看了半小時 也不見得看得出來 這需要一行行的材 這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的練習題沒有那麼難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練習題 我們練習題 現在 這個 x 是50個人分別設定的密碼 看一下 50個人分別設定的密碼 然後 現在 你要驗證一下 請你用正則表達式做什麼事 來 首先 我們設定的密碼規則為 這樣子 首先密碼長度必須是8碼 密碼長度必須是8碼 如果不是8碼 我們就要把它丟掉 第二個 這個密碼必須同時包含 大寫 小寫 數字 如果 同時沒有大寫小寫數字的話 我們就認為這是有問題的 密碼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的意思吧 好 那如果你很快就可以把 這個問題解決完 請你試著抓出一件事 至少包含兩個以上的大寫 兩個以上的小寫 兩個以上的數字的密碼在哪裡 好不好 這個比較難喔 因為兩個以上的大寫 兩個以上的小寫 兩個以上的數字 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好不好 前面這個比較簡單 後面這個稍微難一點點 好我們來做一下練習提示 試試看 給點提示 首先 欸 欸 這個 這個東西出來是不是 我們的自傳長度 對不對 那我的自傳長度 是不是只有大於8的 我要留下 這樣可以吧 這個 大於等於8啦 大於等於8的我要留下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東西是我的 這個叫做 呃 quiteria1好了 cr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我的quiteria1 對不對 好那我的quiteria2是什麼 我quiteria2是不是 我quiteria2是不是 gr1pl 然後裡面要什麼 要大寫嘛 對不對 大寫要怎麼表達 這樣子可以嗎 大寫 至少有大寫 至少要有個大寫 對不對 好至少要有個大寫 那接著x 這樣是不是就是我的quiteria2 這樣可以 那同時滿足quiteria1跟quiteria2 要怎麼做 是不是 quiteria1 and quiteria2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啦 你可以按quitch 那這樣子就是滿足的 滿足的序列了 所以我們按 based on這個我們繼續好不好 based on這個繼續 這就是我們第一題的答案 首先我們先把quiteria1 大於8 大於8的抓出來 quiteria2 有大寫A到Z的抓出來 quiteria3 有小寫A到Z的抓出來 quiteria4 有0到9的抓出來 接著把這4個取交集 取完之後是quiteria1 quiteria1 quiteria1 之後我問quitch 我就可以找到 這一些 有符合我的條件 舉例來說像 這個 不符合我的條件 不符合在哪 沒有小寫 對不對 沒有小寫這樣可以嗎 這個 沒有數字 對不對 啊這個 沒有大寫 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現 其實 其實正則表達式還是有他好用的地方 這樣子 好 現在第二個 這一題的另外一個直線任務是 直線任務是 這個啊 我現在想要他同時有兩個大寫 或者是 同時要兩個大寫兩個小寫兩個數字 可是啊 欸 這個要怎麼做咧 來想一下好了 想一下 這個要不要拍啊 先把螢幕還給你們好了 好 同時有兩個要怎麼寫咧 剛剛 比較直覺的想法就是這樣嘛 好這樣就是 A到Z出現兩次 可是這樣子的做法啊 我們如果真的用這種方式來抓 我們來看抓到會是什麼 好不好 欸靠 怎麼還 居然還會有 太神奇了吧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還抓得到 我哪裡 喔喔喔喔喔 這裡這裡這裡 太白癡了 太白癡了 靠 完全抓不到 為什麼完全抓不到 因為 怎麼 同時有連續兩個大寫 連續兩個小寫 連續兩個數字 哪那麼容易啊對不對 蛤 為什麼 啊這樣當然就是代表連續啊 大括號就是這樣用的 好 不連續要怎麼處理 不連續很簡單嘛 來 任意資源是點嘛 對不對 點出現 0到無限次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給他一個大寫 那意思是什麼 大寫兩個 中間可以有字也可以沒字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稍微難一點 再一次 好標準答案 看一下第四個 是不是兩個大寫 兩個寫 是不是滿足我們條件 兩個小寫 兩個大寫 兩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這樣這個 這個 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喔 這個正則表達式的應用 是不是很神奇 這樣子 好 下節課 下節課 下節課就是我 之前一直預告 就是我們要上網找 那個女朋友 這樣好不好 現在流的都是男生嘛 對不對 上網找女朋友 對不對 上網找女朋友 女朋友 那個女生是很少發文的 好不好 下節課 我們就會教你怎麼在程式 看到 有女生發文的 這樣子好不好 那那個 所以拜託這節課好好學 這節課我一直說回去要好好練習 好不好 那 不然的話下節課你一定會 不知道再衝他小 這樣 不過下節課當你直接複製貼上 也可以 這個 找女朋友函數也是會有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 最後我們來做一個 東西 來 首先啦 這個 學會了文字 就是 處理文字資訊之後 我們可 我們還可以對文字做一個 進一步的分析 舉例來說 這兩串文字 就如果你下載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叫 String Distance 那如果你用 String Seminality 就是文字的相似度 這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兩串字 它認為它的相似度是0.73 好 怎麼計算文字相似度齁 呃這個 這個有點難解釋 好不好 我們就跳過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呃 但是我只能這樣跟 就是 它這個定義 它這個定義你可以自己去查 好不好 但是 簡單講我可以利用 我可以利用 這個就是 兩串字 然後去計算它兩串字的相似度 好 那計算兩串字的相似度啊 有什麼 好 可是來我們看 可是如果你 你把它變成這樣子的話 它就沒有 它的相似度就1 為什麼咧 順序 cos similarity 這個不管順序的 這個只管 出現幾次 幾個字 哪些字出現幾次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是把 A到Z啊 把A到Z 把一個單字 就是把一個字串 換算成有幾個A幾個B幾個C 一直到幾個Z 那這樣就是一個長度為26的向量 對不對 這兩串向量 內積 所以順利 那個cos 余前相似度 余前相似度 余前相似度就是它們兩項量的夾角啦 夾角cos value 這樣可以嗎 我媽 我現在講cos 你們會不會連cos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會齁 還可以齁 還可以齁 夾角為0的時候 cos1這樣可以齁 然後完全相反的時候 cos1-1 對不對 好 那 那個 那個 那它這樣子的話 就一定不會管順序 因為你把它存化成 長度的26向量 對不對 好 這個方法有很多啦 我們不一一細講 好不好 因為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今天的重點在這裡 我們想做拼寫校正 什麼叫 拼寫校正我們要用套件做啦 我們不太可能不用套件做這樣子啦 也就是說 我今天來 我今天打一堆字 誒 我到底打的字對不對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來 這個威士忌 這個就拼錯了 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看得出來 那這個 wine 這個就沒錯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可以下載啦 等一下可以試 這個套件做完之後 check check就是check這個字有沒有對嘛 你看correct 它是不是告訴我中間這個字錯了 前面這兩個都是 那個correct喔 中間那個字錯了 好如果我直接對這word做suggestion呢 它就告訴我 來這會給我一個list 第一個字 最接近最接近的就是Bear 那廢話 因為它沒有拼錯嘛 對不對 最後一個字 最接近最接近的 居然不是why 太離譜了吧 好 所以可見啊 可見什麼勒 如果它 告訴我沒有拼錯 我們就不要自己找自己麻煩 還叫他推薦對不對 好那你看 威士忌 你看它建議的是不是就是 建議的是不是就是 建議的是不是就是這個 正確的單字 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單字 舉例恰當嗎 在營區用這個單字 舉例恰當嗎 不是很恰當喔 不是很實際啊 不是很實際是不是 好啦我們繼續 我們只是背單字嘛 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好啦它的字典 它的字典 如果你想要看它的字典在哪裡 因為那個字庫 你可能可以自己增加嘛 對不對 這個字典在這個路徑裡面 這樣可以吧 到時候你下載那個套件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字典的位置了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這個 我們就現在啊 我們來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練習題啦 首先 當然你就要先學會 用這個對不對 然後接著 你要學會做拼 你要 接著你就要做一個句子的拼寫校正 它只會做單字的拼寫校正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一個句子的拼寫校正呢 首先 你要先用空格 把每一個字把它分開 對不對 先用空白把每個字分開 把每個字分開之後 每個字每個字來做拼寫校正 如果答對了 如果它告訴我是正確的 我就不要動它 如果是FORCE 我就用它SUGGESTION的第一個字 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再把它拼回來 用空白把它拼回來 這樣可以嗎 好 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下 這個蠻有趣的 好 首先我們 Original Original Sentence 這個 出來之後 我們先用Split 把這個空格切出來 空格直接切出來之後 注意一下 這是個list 這是個list 對不對 我們只要list裡面的第一項東西 所以後面要加這個 加完這個以後 這個東西 它才是一個 文字 項量 只有文字項量可以進入這個 spell check 這個函數裡面 然後接著 spell check完之後 它才會告訴我 有一些地方是correct 有一些地方不是 那我只要對不是correct 地方來做這個拼寫校正就好 這樣可以嗎 好 答案在這裡 如果correct 檢查完了之後 有一些是FORCE 所以如果 驚嘆號correct 就是把 正負號 那個 初跟FORCE變換 然後把它累加起來 如果大於0的話 就代表裡面有錯字 對不對 如果大於0我才做 來來來 經常號correct會變這個樣子 累加起來 FORCE就是0 初就是1 累加起來就是1 這樣可以嗎 加起來之後 如果大於0我才做 然後找出 which which是wrong 就是 錯的在哪裡 找出來之後 我發現錯的地方在第二個 i 從 i就做第二個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spite sentence spite sentence 現在 我就要把它的 i 取代成 做完拼寫的校正之後 注意這裡 做完拼寫的校正之後 這個東西 又是一個列表 i.2我自己打 這個又是一個列表 又是列表 你是不是要用列表的所影符號 把它拆開 拆開完之後 裡面的第一項 就是最適合拿來做拼寫的 對不對 這樣子全部做完之後 這個 spite sentence 它就是 五個都是正確的字了 然後接著 我再用空白 把它黏在一起 這樣我就得到我最後的答案了 好不好 這個 過程 就是 邏輯我想大家都懂 問題就是 語法不熟 然後對那個 物件屬性不熟 所以比較做不出來 這樣子 好這沒有關係 好我們今天課路上到這裡 我們 這個文字會覺得男字很正常 這個處理文字版 就是一個高端的技巧 這樣子 那個 不過這沒有關係 我們那個 然後我們下一節課要上什麼 就是我講那個 對不對 下一節課 應該是很令人期待的一堂課 好不好 而且 從下一節課開始之後 下一節課是 找女朋友 對不對 在下一節課開始就寫網頁 寫網頁應該是很好玩的 好不好 不過找女朋友我們只負責找到資訊 找不找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好不好 這個就看大家的帥度了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啦 有沒有其他人要講話的 那就這樣啦 吃飯啦 處理一下 來聞看 來運 прич 來運 來運 來 Uganda